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应该对于足够已经有了非常深度的了解 我们邀请到了干明原建筑师 陈冠帆济师 还有方克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分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角度 来切入足够这样子的材料 那我们最后一集呢 邀请到的是徐培仙老师 在足够远离现代的生活的今天 要重新培育新一代的足够设计人才 育秒就是重要的一步 那所以我们最后一集就是要来深度的了解 跟讨论我们学校组参加的创作作品 那我们就一同来欢迎学生组的策展人 徐培仙老师 老师好 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徐培仙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目前是阳明教大建筑研究所的专任老师 那过去因为一些缘分 那做了一些竹子方面在建筑上面的应用 可能在这边有一点经验 所以跟竹会跟林务局今年一起来启动这个计划 所以我是学生组方面培育计划的召集人 同时也是学生组方面的展览的策展人 是 那我很好奇就是老师 您是第一次是如何跟竹相遇的呢 过去的确是一个意外的因缘 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兴趣 带领学生我们在做一些进入社区的一些设计跟实作 那就是因为在操作上面的便利 那当时选择的一些材料容易操作的 那竹子是一个好的选择 其实也不光是竹子也包含木材 那是从这边开始 接下来跟竹子之间的缘分 那我看到老师好像有进行蛮多这种艺竹方面的活动 那是不是就是会使用到这些传统的材料去做一些建设 是 就是因为有一些的材料 它具备一些特性 容易取得 那因为轻便 一般人力就可以搬运可以施工 那竹子刚好是符合这样的一种特性 尤其我们自己是在新竹地区 新竹的山上啊 这些武峰啊 坚持地区 其实产出台湾产量最大 品质最好的贵竹啊 所以我们似乎有点自然而然就是把这个当作 我们在社区做营造的时候呢 一个常用的一个材料 那好 就是有这些竹子的应用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不管是在城乡里面 去做一些新的构造物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在生活中 就把它做成生活的容器也好 其实竹子有非常多的应用的模式 但是也是因为这几年啊 其实就是大家开始很习惯去使用一些 塑胶类的产品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同的类型的材料 其实竹子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越来越少见的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学生第一次去接受到 竹构这样子或者竹子这样子材料的时候 他们对于竹子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学生们的反应跟我 自己一开始接触竹子我觉得会很类似 就是既熟悉又陌生 就是竹子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周遭啊 有时候我们在不要说山上 在平地路边都会看到竹子 那它好像随处存在 却是少有那样的机会 把它拿来当作一种构筑材料去处理它 那一种感觉是很新鲜的 就是四处都是竹子 然后我们去买竹子其实也都很便宜 但是在使用上它有 许多的困难跟挑战那种既熟悉又陌生 看起来却四处都是 但是做起来还蛮困难的 那一种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们面对竹子第一个印象 这是让我回想到之前在读书时期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忘记是设计课还是结构课了 我们就会可能是拿竹筷 来去做一些结构运用的实验 大概是跟竹子最接近的时候了吧 其实本来是竹筷 但是好像后来变成是意大利面 我忘记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做这样的实验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看看 就是学生组在这一次整个策展的构想 整个我们的培育计划来说 在学生组方面大概最大的想法就是觉得说 在这个建筑的相关科系里面 就是会进行一些设计加上实作 但是传统并没有对竹筷方面有特别的接触 那我们想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去连结竹子这个相对传统的领域跟学校 在进行设计教育设计领域这些的科系 希望透过这样的连结能够对于像竹子应用 这个相对传统领域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大概最基本的设定 人才培育计划一共是一个三年的计划 那今年是我们实施的第一年 所以我们主要想锁定这个邀请的对象 这些学生团队在建筑的科系 对这方面可以相对的熟悉一点 那今年一共邀请了就六组的队伍 在这个建筑的相关科系里面 以往大概整个教育训练的核心是在设计规划层面 比较少动手实做的这些的训练 可是在最近几年 我们会再说一个事情叫实构组 什么是实构组 就是指有实体的构组搭建 而不是光是一种落在一个纸上的设计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叫实构组 最近几年学校的科系里面 逐渐的在纳入实构组 变成一个正规的教育训练的一部分 透过实际上搭建那些小型的构造物 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整合 像材料构造跟结构这方面的知识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 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 可以反馈到他们在做设计规划的时候 能够更准确的去掌握像材料 构造之间的关系 那实构组这个最近它的兴起受到重视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 能够弥补我们在学校教育里面 这个建筑训练上面可能存在的一个盲点 就是过去可能对材料方面不是这么熟悉 那透过这个训练我们可以培养出比较全方位的设计人才 可以同时具备设计 跟实作能力可以衔接设计到后面 建筑都要面对的一个像构造建造的阶段 然后在这个想法之下 其实我们在看就是 现在虽然学校建筑科系里面 有这些实构组的训练 但是在实构组训练大部分使用的是木材 对竹材的这个方面相对的是陌生 所以这整个在学生组方面的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个机会给学校这些建筑科系 让他们可以引导学生去接触竹材 学习怎么用竹子这些相关的知识跟技术 我们觉得应该是会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大概今年我们邀请的这些队伍当中 主要是邀请在原来他们的训练里面 就已经有实构组的相关经验了 那有这个实构组的基础 他们对于这个动手实作就不会太陌生 我们在引导他们进入到竹子这个材料的方向 就是我们想看看学校里面 基于现在已经有的实构组这些教育训练的基础 加上对于竹子这个特别的材料组合在一起 我们想想看看能够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 大概是整个学生组这个方面 我们一个核心的核心的概念 那这次的团队总共邀请的就是 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民权大学 中原大学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还有国立成功大学 这六组学校 那我很好奇就是 这六组学校在加入这个计划的时候 在课程上是不是要有所做调整 把就是他们可能原本就是 算是说有十构组的课程 那是不是就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去加入一些 怎么样就是足够怎么去学习 或者是足够如何运用跟实际操作的这样子的课程到他们整个program里面 这个方面其实各校的情况就不完全一样 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有些学校他是用建筑科系里面最核心的设计课程来执行 那么相对学生就可以投入到比较多的时间精力 那有些学校团队他们其实不是设计可用其他的课程 那就情况又不太一样了 但是在共同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培育计划的存在 其实就是在面对其实一般的学校教育在接触像这种特定材料的 在进行构筑上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障碍 所以其实在前期就已经跟学校团队已经有过讨论 说我们大概会如何执行这个执行的结构 例如说我们会有个阶段会做工作方 就希望这个工作方不是一个外加的行动 而是把工作方成为这个六组团队他们教学的一部分 就是在帮助这些老师们 就是我们共同的给予他们好的训练的人员 教学资源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那这个大概会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在说 透过因为存在一个计划 其实在六组团队分别说 以要创造出最后的作品为目标之外 其实在影响他们整个在教学进行的内在的结构关系 是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说 像最近这样疫情的关系 他们原本可以面对面去讨论设计 那是不是也因此变成全部变成线上 那后续的在整个实作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有所调整呢 这个真的是目前一个难题 大家也有点难以应对 不过前面的设计阶段 我们最近疫情发生的时间 倒没有影响到大部分设计进行 所以各组团队其实还前面都还蛮顺利的 已经把设计都产出了 比较会受影响的大概是后面 其实我们在朝向作品要真实出现之前 有一个属于构造的在发展的阶段 就是根据目前的设计规划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细部设计 细部设计就要处理着更精确的 像构造上面竹子跟竹子之间如何搭接 如何固定那些很细部的问题 那这个阶段其实不是只有设计 而是要透过实体的测试实验 确认了那些所谓的细部设计的可行性 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会需要 同学们在用实体的方式 真的可以在一起做事情 在这个阶段目前就比较麻烦 受到了比较直接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目前也只好 整个时间往后推移 然后后续再来处理 是我们也真的是真心的希望 这个疫情可以赶快结束 让大家可以面对面去 把这个细部设计给呈现出来 那刚刚徐老师有提到说 在这个整个培育计划的初期 就是今年的年初 台湾竹会也举办了一个 两天一夜的竹工作坊 那我们也来这边回顾一下 说他们在整个工作坊里面 有学到了什么样的工艺技术 徐老师可不可以 跟我分享看看 就是足够有什么 必须要学的基础的工法 能够教能够学的成分 当然很多了 不过在这个两天一夜的工作坊里面 我们传授给学生的 是我们在经过挑选思考过后 觉得最要紧的部分 然后分成几个不太一样层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先从单一个竹子开始想 就是一根竹子 从那个绿色的竹子 要变成可以用的材料 那这边就教了一些重要的技巧 包含像竹子要去青 所谓去青就是脱离绿色的状态 变成一个干燥的 褐色的 我们常见那种可以用的竹子状态 然后同样单一个竹子 还会对于它像做弯曲的处理 这个我们会用像火烤 给它温度 之后施加外力让它弯曲 然后这些基本的竹子的裁切 这个是对单一个竹子的处理 然后从这个层面再往下推 就是单一个竹子 我们要朝向能够组构起来变成一个构造物 所以会很多的 会是竹子之间如何组装搭接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这部分我们就做了一些像 竹子之间如何放在一起呢 它可能会透过整所的绑扎 然后教了像不同的绑扎的手法 然后还有一个是像常用的 过去传统里面会用搅铁丝 用铁丝来做竹子跟竹子之间的固定 这个也教了 那这一次我们还教了一个我觉得 个人都很期待能够学的部分 是那个叫竹丁 竹丁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工法 现在用的比较少 但是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工法 因为它不依赖竹子以外的材料 用竹子自己做成一个固定竹子的构建 竹丁这一次也教了 另外就是我们在想基本的一根竹子能够处理了 竹子跟竹子之间能够固定搭接了 然后还有一些属于像外层外皮 可能会需要的一些处理 那它可能会是像竹边 那因此 这一次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方的时候 竹边也是教学的部分 我们教了两种的竹边 一个是叫六角边 一个叫轮口边 六角边编成的基本上是一个六角的 像格子状的单元重复的 轮口边会编成一个圆圈的开口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来构成 竹构竹上面可能会需要的表面 大概是这些 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 叫做竹钉 那我有点好奇啊 因为竹钉它其实就是把竹子 削成像是竹签的样子 像是一个竹筷的样子 那能不能用竹筷去取代竹钉呢 这样子是不是就省了一个 去切这个竹钉的工作 这个问题在工作方里面有人提出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就是我本来对这个认知也不足够 那经过老师傅的回答 我才得到那个指示 这是说竹钉呢 我们要把那个前端 削成一个相对窄的尖的 它因此可以打到一个 我们会预先在竹管上面先穿孔 那是用电钻去穿孔 然后再用竹钉打进去 它靠那个打进去之后 那个逐渐扩大那个摩擦力 来做固定 但是呢 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不是只有尺寸的问题 就是竹钉本身的强度够不够 那因此呢 主管上面那个外层的竹皮 其实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它的竹皮纤维才够坚韧 才可以让竹钉有足够的强度 那因此再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呢 这个竹块是不适合的 因为虽然它的形状是好的 它前面相对的窄 刚好适合竹钉这个需要的形状 但是竹块不具备竹皮 它的强度是不够的 原来如此 哇真的是帮我解惑了大一部分呢 因为竹子就觉得说 啊好像就是反正只要是竹的制品 都可以拿来用一下 没想到其实背后的学问还是挺多的 是好 那另外的话在竹子工作坊里面 我看到他们也有在学习 就是竹管的绑扎 那是类似做的像是就是竹笠巴等等的 这样的器材 也有谈到说就是竹子它 因为毕竟是中空的嘛 所以它的整个管子纤维是比较Q的 是有点可能会裂开的 所以在绑这种竹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用一种黑色的线去绑它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子黑色的线去绑呢 它有什么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功效 先说竹子在绑扎用绳索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选择的这个标准就是 这个绳索 它自己不能够松掉 就是我们例如我们如果用自然纤维的绳索 假设那个麻绳 它也许跟竹子之间的组合关系 那个质感的搭配是好的 但是这种自然纤维它在接受像风雨日晒之后呢 那个自然纤维就容易有一些它先天的伸缩 或者是它会老化这样的行为 当那个情况下如果绳索本身松弛了 它对于固定的作用就大大折损 所以像这个在绳索的本身选取上面就是需要注意的 然后像在工作坊当中我们用的那个黑色的绳索呢 其实是在台湾族会跟像大藏建筑师事务所 他们在多年的经验下面 其实试了很多不一样的绳索 发现这个绳索有好的特性 例如说它的稳定性 我们刚刚说它不能够老化伸缩 然后它的强度它可以扎得很紧的时候 它自己它能够承受得了 再过来还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 是它的表面 这个绳索它因为是多数的纤维在嚼起来 那个表面的那个起伏的状态呢 它提供的绳索之间足够的稳固摩擦力 这个大概是过许蛮多的绳索也能够符合这个性能 但是经过在台湾寻找找到了这个试验之后 一个这个性能还不错的一个绳索 提供在工作坊大家使用 是 我看到就是工作坊的话 是用尼龙绳的方式去做这个方回结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方回结是长什么样子的话 都可以上GreenMedia上面 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另外我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点 虽然说说的没有很清楚 但它其实就是说因为竹子的纤维 它是一个纵向的排列 那就是因为如果是在一些竹子的尾端 就是可能切割的地方 或是有穿孔的位置 都会是相对起来比较脆弱的部位 那所以就是竹会那边也有提供一种技术 就是叫做微术 那就是用铁线这种金属线的方式 去把这些比较脆弱的地方去做补强 让它在未来的表现上可以更加的稳固 其实不得不说 其实竹子要把它实际运用成一个建筑物 需要学的技术真的好多 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工作坊里面 学到的技术真的是 只是算是大洋中的一小角而已吧 其实我还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有一些在处理竹子会用到怎么样的材料 辅助的这些五金 这些绑扎的材料 其实都没有一定的答案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目标 如何能够处理到我们要的性能 其实这中间就有一些做实验的空间 例如说在工作坊里面其实也用到一个材料做绑扎 那个也是在大藏建筑师事务所过去实验出来的结果 其实用的是一种的尼龙绳 但是还不是一般的绳 它其实是像线 它表面它不是多数捆在一起的 它是单独的一条 那其实是过去是用在像网球拍 网球拍的那个线 它因为需要承受很大的力 它本身要很坚韧 然后把这个线用来捆竹子 那发现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性能 这个用法还蛮有趣的 真的真的 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竹子 它本身是有一定的柔软的程度 所以你的材料本身就是要 办法配合它一起去做活动 而且你不能是把它绑得很死很死这样子 因为如果把它绑得很死的话 反正就是可能会造成说 阻止它的某一些就是这种 比较Q软的特性 没有办法使用出来 反而对于后续整个结构的稳定度 会造成某一种程度的危害 所以就是在不同的材料的使用上 其实也真的有非常多需要 详细考虑的地方 那接下来能不能请徐老师 跟我们分享看看 就是在这个工作坊里面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个工作坊 当初办的 这个进行的状况非常的好 尤其看到那个学生整个投入的程度 那个呈现出来 那个很开心又有收获的状态 我觉得第一个说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工作坊 我自己个人在这么多 跟教学相关场合里面 我自己也觉得这场工作坊 真的是很难得看到老师学生们 都这么开心又有收获的 里面其实有一些我观察到的小事情 就是还蛮好玩的 像我们在做一些技巧的教学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看到学生们 在接受到师傅们老师们的示范之后 自己要开始下手 然后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 看别人做跟自己做之间的落差 师傅们看起来很轻松可以完成的事情 当学生们开始做 有的学生们会做得很快 例如说我们在做竹编好了 那个六角编它其实有个手法 编成那个六角 当我们是一个第三者外人在看那个事情 好像说好像没什么难 他就是把它这样 是这么排列编起来 可是你会发现像这样的动作 它其实是在考验学生们的理解力 这个时候大家能力就很大区分了 有些人就很快很快 就几乎没有障碍 就是把竹编编起来 有些学生就在那边出现一头雾水 然后卡关的状态在那里不知所措 然后看着别人完成自己 却连一个最简单的编都编不起来 最后要跟其他同学求救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我观察到很有趣的点 然后另外我觉得 从老师们身上也看到一个有趣的反应 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在工作坊里面出现那种很专注 高度投入的状态 我们不光是工作坊里面像有演讲的成分 就是学生非常专注 也都没有那种出现打瞌睡 那种受不了的状态 其实演讲还蛮久的 然后在实作的阶段看到六组学生之间 其实有一些良性竞争碰撞出来的学生 很有热情 然后在那边高度投入 明明一整天下来应该很累 却一点没有疲倦的感觉 这些我就听到老师们几乎共同的反应说 天啊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这些小朋友 那在学校里面我们就担心说他怎么样学习不好 然后在这样的工作方状态之下 竟然是这么的快乐 然后这个迸发出那些强大的能量那些潜力 是他们在面对这些学生在过去都不曾看到的 他几乎是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我听到其实不少的老师都共同表达这个事情 在说那他们经过这样的经验呢 其实会回去想要重新思考 那在学校里面的教学教育到底要如何做 让学生也能够缠出像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在工作坊里面看起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部分 是 我觉得就是在整个工作坊里面 因为有非常多的学生一起参加 然后就是他们彼此其实在我自己猜想 就是他们内心中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这种比较的那种竞争的心态 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呢 所以就可以算是也是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而且我相信就是他们加入在工作坊的时候 其实应该就是真的很想要去学这个足够的应用 而且加上有办法去实际的把这些东西实际的做出来 一比一的做出来 其实真的是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的 所以到工作坊的最后呢 其实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就是要让这些学生们组成团队 他们要在几个小时里面呢 就是紧锣密鼓去制造出这样的主意出来 那学生他们又有创造出什么样有趣丰富的作品 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先说这个工作坊最后那个实作阶段是 就是我在思考我想要加入这样的成分 就是不只是只有学生学一些这个个别个别分解的动作 就是我想要透过一种实作 整合性的实作 让他们可以在这两天当中学到的东西 在最后可以有一次的整合的应用 这个是先的想法 然后我们在工作坊的设计里面 我们是在两天一天的工作坊 在第一天的晚上有个晚餐 那晚餐的时候才临时的 故意让学生有这个惊喜说 我们在第二天的结束前 我们要让大家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快速的设计跟制作 然后是在前一天晚上让同学们各组 很短很短的时间 让他们晚餐后立刻去想那个设计 然后他们会用手边有的那个纸 然后就开始画那个设计的草图 然后同时在那个晚上就让大家分享 他们设计的内容 之后他们就在第二天的结束之前 最后阶段 试着把他们前一天 这个提出的设计想办法做出来 然后学生们做的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在 即便是一张的椅子这样的题目里面 我们看到学生 建筑系的学生 他们可能经过在学校的训练 产生出了一个特质 就是他们在想设计的时候 就不会这么的循规道具 不会只是在想说功能达成而已 他们其实会想蛮多 有点像在平常在处理 不管大小的那种建筑设计案里面 会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一种态度 例如说他们会对这个张椅子的设计 会提出一些特别的设计概念 想要达成不只是只有做的功能 还会达成其他的事情 像是我还记得有些学生他们会提到说 透过这张椅子 他们其实要建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很印象深刻 例如其中有两件作品 同时是这样 他们要想一种特别的椅子 一个人没有办法坐 一个人他会倒的 但是要两个人同时坐 那个结构才可以成立 才可以稳固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鼓励大家 能够整个人之间互相互动 透过这个小小的一件夹具 产生这样的一种互动形式 那这是一点我关注到的 然后他们也会 我觉得会在本质上面去挑战一些既定的影响 像是出给他们题目是说椅子 但是怎么样才算是椅子呢 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家里面 教室里面那样叫做椅子吗 还是什么 他们其实会去本质上面去挑战这个事情 到底是该如何的状态 才能够说我们叫做椅子 例如有些学生他们最后出现的东西 其实在功能上面比较接近 像一个是像鞦韆 一个是像敲敲板 有趣的是这个让我有点意外的答案就是 这不就是鞦韆 这不是鞦韆板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他这样的一种使用 能不能让人坐在上面呢 是可以的 而且除了可以坐在上面之外 他产生了有趣的动态 他产生了这个人跟人之间 像敲敲板这样的互动 那他比一般的椅子还更多 其他的有趣的层面 同时在制作上面呢 因为要动不管是鞦韆 不管是这个敲敲板 他们还要去面对属于这个动态 能够运动的问题 以这边来说我觉得 就可能在某个层面上 跟当初这个计划想要得到的是 基本上是符合 就是那个年轻人的创意 如何在一个好像我们看 哪怕是一个小的竹子设计上面呢 就可以产生出一些 让我们蛮惊讶的一些创意 是 诚如刚刚徐老师所说 中原大学的室内设计学系 他们就是想要利用这样子 人与人的互动 因此他们设计的一个双人椅 他们利用支撑的背部 一横一束的主管 去创造出这个背板 他要两个人同时背对背的乘坐 想办法达到平衡 如果一个人坐的话呢 这个背板就没办法支撑你的背部 没办法舒适的坐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中原大学室内设计学系团队 去介绍他们的作品 好 然后就是延续我们昨天讲的 就是我们觉得全人的意义 就是要互相合作 所以这个椅子它 我们后来改成是 它一个人是可以坐的 但是一个人坐的时候 其实是无依无靠的 所以你其实坐这个椅子 不会坐得很舒服 但是当你有朋友 给你一个依靠的时候 他们同时坐上这个椅子 他们就可以得到 最好的享受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的概念 另外的话 成功大学的一组团队 他们创造了 九烧悄悄版的作品 他们也是希望说 就有这样的悄悄版的概念 去创造出一个可以同时 让六个人乘坐 互相平衡的椅子 坐上去了之后 中间的两个人 要互相抗衡 来让彼此的重量 去打到平衡 才有办法舒适坐在上面 他们也希望借由这个作品 可以了解到足够的极限 同时呢 也就是回味儿童时期 又有何家观赏 何家何乐融融的那种感觉 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听听成功大学 这个团队 来介绍他们的作品 可以同时六个人在上面玩 然后相互平衡的一个很棒的椅子 然后 现在请我们的主人示范一下 他要怎么运作 就大家坐上去之后 中间的两个人要 负责相互抗衡 来自彼此的重量 听完这些学生们 他们介绍他们作品的时候 我有点好奇就是 这些学生组 他们在创作 他们足够作品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失误 或是纠结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那么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把这个问题 我先 因为我们在上一个周末 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的 线上的评图 目前我们进行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说 传承 创新跟行销三个阶段 所以传承那个工作方 通过工作方为主要的一个媒介 已经做了 然后创新就是让 学校老师们呢 就是基于这个学校的课程 有老师指导的关系 在设计组构组 提出那个设计 所以进行到第二阶段 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进行线上评图 有五位评审了 那我在看 就是基于这个 目前有收到作品 我们看到学生在这个阶段 提出的设计 看到的可能的 问题在他们思考上面 也许相对 会出现的一些盲点 我大概看到有几个点 就是因为在面对说 他们在朝向 后面这会是一个 要展出的展品 一个作品 要面对公众 其实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会 例如说可能会担心 会不会作品 连结构都不能够成立 不够稳固 那在外面展出久了 然后会崩解 会如何如何的 那当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出现的时候 可能会让那个作品趋向简单 因为简单 它的结构跟构造关系 比较能够掌握 那比较不会失败 有一些作品会出现这个状态 这是因为 怕那个结构上面会出现问题 所以朝向比较简单的构造关系 那因此有可能会让作品趋向太过单纯化 太过简单 可能会希望这样的作品呢 反倒是往上加东西 让它变得比较丰富一点 那另外一个大概 有可能也是跟 要作为一个展出这件事情相关 其实会在某个程度上 引导学生朝向去思考说 想要让这个作品变成一个像装置 装置物啊 那我觉得这个一方面 也是一个还蛮正面思考 因为就是一个可以被欣赏的作品 它的确会有一个装置的性能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 因为邀请来的团队 大概都是建筑相关的科系 那在我们面对说 将我们的所谓的能力去处理足够足 那我觉得很大一个机会是在创造有空间 包围这个定义一个空间 这个事情在变成朝向一个装置物的这个思考方向之下 可能会有一点折损那个在空间上面 建立空间这个方面的一个特性啊 这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可能出现 我觉得比较弱 但又不完全弱 因为是趋向装置物这样的一种思考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也因为这个在思考上面很专注在 竹子这个本身呢 去在想怎么处理竹子 让它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形态 形态上面有特殊之处 有让人可以欣赏整体的形态 展现出如何如何的一种美 这件事情可能会让这些学生们的专注力 在那个竹子本身 而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最后我们是把竹子呢 作品放在一个很特别 就是在阿里山这个森林铁路的这个古老的 具有历史的这个货车平台上了 所以至少是有两件事情 就是一个是货车平台 一个是上面的竹子的作品 我们在思考上面 其实是应该把这两件事情思考 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 共同构成如何的关系 而不是只有专注在那个竹子的作品本身 我觉得这个是一点 可能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就是像同样像竹子 面对竹子它本身的特性它的性能 我们知道竹子至少跟木材有所区分呢 但是有一些的这个设计呢 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 因为比较多直线的部分 所以很容易的会变成为一个质疑的点 是如果这个作品当中呢 如果不是竹子而是用其他的材料 例如其他的人造的管材 它是不是还是会是一样的结果 那如果是一样呢 那这个竹子也许在这份作品里面 就没有发挥它最大的潜力 这个是我们 我大概整个看下来呢 在这些学生的提出作品 在现阶段可能出现的一些小小缺点 但是我们都在经过这些拼图的形式 给予学生们一些的建议 它后续还是有机会在正对这些点 进行一些的调整补强的 是 那我也理解说台湾组会 就是在整个培育计划里面 他们其实又邀请了这种专家的辅导团 去协助 不管是就是学生组也好 或是社会组也好 都会去算是就是给予意见 那我点好奇说这些专家辅导团呢 在后续要如何继续去协助这些学生们 去改善他们的作品 或者是说在实际构组的阶段 要怎么去辅助他们 把他们这些设计的规划构想 给实践出来 这个大概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从设计 逐渐要往实做那一端推移 在这个阶段当中还会有一个中间阶段 就是设计可能要经过调整 刚刚提到说有一个细部设计的阶段 那因此呢在细部设计 其实就要在面对那个构造的可行性 这个阶段其实就可能 例如我本人啊就跟所有的老师们都说过 可能基于我多一点点经验 可以给予一些在实做的构造 细部设计阶段的一些建议 这个是一种的可能的辅导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后续朝向作品 要实际现场搭建之前 会有在合理的会在各校呢 会进行构造的测试跟实验 确认那个构造是可行的 以及施工的顺序等等啊 这个阶段就可以想像 可能会面对面临一些的困难 因为过去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够 那在这次计划里面 我们其实是透过像 台湾竹会的连结呢 有一些找寻到台湾 这个有最好能力的一些 竹工艺处理的这些师傅呢 就变成了这个计划里面的这个 专家人选 那么各个学校呢 可以根据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 可以对计划提出申请 就是说他们要需要这个专家 到他们团队里面进行实作的指导 那我们就可以去 媒合到适合的专家 实际上过去现场 各校的这个地方 这个去看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 然后给予一些需要的指导 是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些专家的指导 这些学生的作品 能够实际的建设出来 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也截录了一个台科大的学生 他们在工作坊的晚上 分享了他的足够的心得 他跟大家说 他其实在学这个足够 他是非常欲罢不能的 希望可以跟这些老师傅们 去多学一些记忆 然后同时把这些记忆给带到 成像去终去做实践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其实今天现在学足够的部分 其实有点欲罢不能 因为当我在接近那些工法的时候 一个一个学 然后其实会慢慢了解到 我其实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 因为未来我们可能会去 一些成像去做一些服务 在建筑上面做一些服务 可能会利用到 池内利用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 可能跟师傅 刘师傅学的这个时间太少了 我觉得 可能吸收没有那么多人 我说在 可能想要跟他学更多的一个技术 在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 可能成像 用这样的一个工法去 就是把这样的技术 带到那样的地方 好的 那听完学生们的分享了之后 相信大家对于 这次足够设计人才培育计划 一定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应该也非常想要 跃跃欲试参加这个计划吧 那就请大家一定要马上的去追踪 台湾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 在他们的脸书专页中 都会持续的更新 还有分享足够相关的设计活动 工作坊 还有展览 如果有展示会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哦 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 也要再一次跟大家推广 2021构组灵铁新锐展 这个展览呢 已经在今年的10月 在阿里山的灵液铁路沿线 已经开展了 在联合局的支持下呢 我们已经将有6组的建筑师团队 展出了6件的足够作品 那学生组的作品呢 他们也还在持续的创作中 预计在明年的寒假 就会正式跟各位亮相咯 那就请各位大家敬请期待 那我们再一次谢谢 徐培仙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很开心跟大家可以分享 好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